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Snaps 我是KC 一段時間沒有拍片 最近是忙著搞新屋的裝修 所以大家看到我換了一個新的場景 跟之前是有一點分別的 不過現在我的位置仍在設置 所有東西仍會有改善的地方 遲些新片的時候大家要留意一下 找到有什麼不同 譬如說就不說那麼多了 今天就想跟大家介紹兩支Nikon微距鏡頭 分別就是這支 50mm F2.8 Marco鏡 以及一支 105mm F2.8 S Line Marco鏡 說到微距鏡頭 微距鏡頭最大的分別就是有一個超級近的對焦距離 這兩支微距鏡的最大放大率 都是可以去到1比1的 1比1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拍的物件多大 反射到你的CMOS就會多大 簡單來說就是很大 還有大家可以看規格都可以看到 這支是50mm F2.8的鏡頭 一支是105mm F2.8 兩支都是2.8的光圈 所以105這支因為焦距長了 所以你用到2.8光圈的時候 那個景深都會比較淺 有些朋友都會拿來做人像鏡 50mm F2.8可以嗎? 其實都可以 不過但是2.8的光圈人像鏡 又好像稍微不足 不過都是看大家怎樣用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對於這支105mm F2.8的微距鏡來說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bonus 在這裏跟大家再分享多一件事 我們就跟Nikon合辦了一些不同的攝影工作坊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Nikon的官網上 然後上面會看到一個Nikon School 接著有一個Workshop 然後選擇面秀班 就會看到我們的車軌攝影工作坊 7月23號的工作坊 已經全數爆滿 我們現在就加推了8月13號的一個工作坊 有興趣的話就記得來這裡 登記做一個報名的手足 還有接下來我們都會跟Nikon 再舉辦一個 有關於模型玩具攝影的分享會 大家還可以即場試玩不同的微距設鏡 讓大家有更加實在的體驗 詳情就很快會在Nikon的網站公佈 大家就要密切留意着 Nikon School 內的發佈 有些朋友可能就會問 我用普通的鏡頭 現在有些extension tube 裝進去 就可以成為一支微距的鏡頭 其實又行不行呢 我們之前也有介紹過一些extension tube的接環 其實都不是說不可以 但是如果你用接環 拍出來的效果 可以比美得上一支真正的微距鏡 那這支微距鏡的意義又在哪裏呢 當然 就是畫質上的不同 一個這樣的接環 其實都是在說幾百元 在這個低預算上 你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如果你預算上許可 我當然就一定一定一定 買回一支真正的微距鏡頭 還有一個這樣的遮光罩 好了我們說說一些spec的東西 這支50mm的f2.8的微距鏡 最大的放大率是1比1 最近的對焦距離 就是16cm 你想想 是16cm 我把間尺出來量一下 看看16cm是多少 好大約就是這麼多 你想想有哪一支鏡頭 你的對焦距離 可以只需要 那麼短的距離 就可以對焦 但是它這個對焦距離 說的是CMOS 你想想想 扣上鏡頭 還有相機 基本上你是可以貼著 你想要拍的東西 都對焦 好 先收拾 不過因為這支是微距鏡的關係 所以其實它是沒有 沒有一個叫做 鏡身的防震 只能夠靠 Z機本身的機身的防震 但是其實 說真的 拍微距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 落腳架去拍 不然因為那個 吸光量實在太低 很容易 除非你推到很高ISO 但是推到很高ISO的時候 有多噪音 所以 建議都是用腳架去拍的 所以其實 鏡身防震 是不是 那麼重要呢 我覺得好像 真的不是太重要 好 說完這支 50mm的微距 就到這支 105mm的微距鏡 這支看起來好像很大支 但是我第一次 拿上手的時候就發覺 嘩 為什麼可以這麼輕 它只有 630克重 連1kg都沒有 雖然好像很大支 但是看起來 拿上手真的非常輕 它跟剛才這支不同的地方 多了一個 mini LED display 大家可以用它的顯示 去選擇 究竟這裡是顯示什麼 還有一個L功能的按鈕 可以讓大家 設定一些自己的快捷 還有 多了一個 自定的轉環 大家可以設定做光圈 或者是對焦 或者是曝光補償 其他東西都可以 這個都是在 基本上的機身上 設定 而這支鏡頭的最近對焦距離 就是29cm 我們又拿一把尺出來拉一下 看看究竟29cm有多長 沒錯 就是這麼多 扣上一支鏡頭 大家可以看到 對焦 只要在鏡頭前 10cm 多一點 基本上是可以 完全對焦 我們稍後會給大家一些 相片 去比一下 放大率 有多驚人 而這支 105M的鏡頭的光圈 就是最大2.8 最小是可以去到F32 DG 50mm的2.8 最小只是去到F22 是有些不同的 還有 你一直對焦的時候 如果你那個對焦距離越來越近 其實那個吸光量 就會越來越低 它就不會你一直對焦 越來越近的時候 一直都給到F2.8 F2.8是說 差不多去到無限遠的距離 才會給到F2.8 如果你對焦越來越近的時候 它的光圈就會自動向下跳 那個就會大約給真正吸光量的數字 說完一些規格的東西 我們就要去 說一下微距鏡 和普通鏡頭 實際 拍攝上面的時候 有什麼需要留意的地方 我認為最主要是有兩點的大分別 第一就是用微距鏡頭的時候 因為那個對焦距離很近 很容易 鏡頭 或者機身 或者你手手腳腳 就很容易會 遮蓋了你想拍攝的那些光 所以 你要留意那個光 也挺重要 第二樣東西要留意的 就是那個景深 拍攝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個對焦距離都很近 所以比例上 假設我這支是鏡頭拍攝了這件東西 其實這件東西 做背景的計算 其實那個距離 看來就不算很多 但是因為這個距離很短 所以其實那個景深 都是非常之淺 就算你是用到 可能說F11 F16 其實那個景深 都是會比 一般你平時拍攝的時候 錢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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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就一定要留意 一定要 不要用那麼大的光圈 如果不是基本上 你好像 一個 小小的鏡頭蓋 這樣 你拍攝 這個鏡頭蓋 只是這樣 挑剔了一點 一點點那麼多 可能說 一兩個mm的距離 你都已經會令到 整張照 由全sharp 變成 有一半 已經out focus 變成 不是在景深的範圍 所以用微距鏡 很多時候 光圈 都會收到 可能16 22 去做 因為要收光圈的關係 所以我剛才也有說過 拍微距鏡 拍微距照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用腳架 因為收了光圈之後 吸光量又會低了很多 你基本上 除非你開到很高的ISO 如果不是 都幾難去手持 MISS 好 講完影微距照有什麼分別 我就想順便說說這兩支鏡頭有什麼主要的分別 第一樣最明顯的就是焦距上的不同 這支是50mm 這支是105mm 焦距越長的壓縮感就會越大 我就拍了幾張相片給大家對比一下 現在這張畫面上看到的就是50mm鏡頭拍出來的畫面 接著就是105mm拍出來的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雖然主體的大小是非常接近 但是可以看看背景 50mm鏡頭拍出來的背景是可以多很多 而105mm拍出來的背景就會窄很多 你就可以比較集中拍著主體上的東西 還有如果你想自己佈置背景的時候 用105mm時的背景佈置就可以簡單一點 因為視角小了 所以背景也可以小一點 講開這個比較 我順便用這支24-70mm F4的KIT鏡 因為這支的微距效果比較好一點 相比起其他鏡頭 例如50mm F1.8的印象鏡 這支的最近對焦距離是近一點的 我做了一個比較 用了最近的對焦距離 拍了幾張相片給大家看看 現在這張是24-70mm 最近對焦距離拍 我其實只可以拍到這麼多東西 如果我想再近一點 拍再特色一點 那就沒辦法了 接著就是50mm F2.8 最近對焦距離 大家可以看到已經近了 只拍到一個欄杆 105其實都是一樣的 因為它們都是1比1的鏡頭 所以你會看到出來好像是一樣的 但是大家要看剛才的對比效果 壓縮比其實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拍一些平面的東西 看起來就應該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我們這個世界是立體3D 會有壓縮感出現 所以出來的效果 就不會是完全一樣的 好了 這條片就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這些分享 跟大家分享多一樣東西 就是接下來我們會在Nikon School 會有一個微距無形的攝影分享會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在下面Description 下面 我放一條連結在下面 大家就可以去報名參加 詳細的情況都可以在裡面看到 今集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跟大家分享其他東西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